Hello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板娘小伟 今天呢我要接受的挑战是由这位叫做 魏家军之州提出的 挑战Trap Adventure陷阱冒险这款游戏 他说呢这个游戏的难度可以跟猫里奥相企门 得靠技术一般人他过不去 还问我敢不敢挑战 哼笑话 啊你去翻发我前面的视频好吗 猫里奥我都过了多少关了 难道还不足以证明我的实力和技术吗 哼那今天呢我就来接受一下这位同学提出的挑战 我们来限这个时间 呃一小时 看看一小时凭借我高超的技术 我能过到第一关 开始今天的挑战 天天玩游戏日日看板娘 我就是传说中的宇宙超级平地国王小薇 在开始挑战之前呢 我突然就发现了 诶这款游戏竟然还有个别名 叫做史上最难的富富游戏啊 你感谢 关注我以往的经验呢 改变这种名字的 那绝对 游戏分为正常模式和一条命模式 那我肯定选择正常的对吧 一共十条命三个按钮 左右键和跳跃键 诶 这好像根据按的力度还有变化呀 大跳 小跳 看看 这就是经验 走走走 诶 一关就这么放过我了 什么陷阱都不用 第二关嘛 我跳 我再跳 那基本操作啊 大家不用鼓掌啊 我就随便连跳两下 我去啊 怎么最上面还悄悄放了个陷阱 哎呦 再来再来 差不多是这儿了吧 诶 这机关耍不耍赖呀 我都站好了 等刺出来 再来 慢点慢点啊 这第二关都死了多少次了 我跳 哎呦妈呀 我终于过来了 第三关 我看我这么直接落下去啊 肯定有陷阱 我跳 这右边不能跳 左边总可以了吧 难道让我跳下去 难道要落第一层 哇 好吧 我知道了 我还在从右边爬上去 我去 我只剩两条命了啊 同学们 能不能把第三关给它过来呀 哎呀 还好还好 这屋里有东西落下来吗 我知道了 我先来引它一下 诶 打不到我了吧 我跳 不就是童童再来吗 哼 来就来吧 第二次童童再来啊 不怕 距离挑战一小时 还有很久呢 来 加速前进 跳 跳 哎 我过来了 小15小15 看看我这进步水平 嗖嗖嗖就来到第三关了啊 来呀 哎 怎么不动 来呀 我去 来呀 来来 我跳 走走走 怎么回事啊 我怎么一跳就死了 我看 看我的 冲啊 n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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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再来 看我的 你过来呀 你过来呀 趁你缩回去 我跳 嗷嗷 我再跳 嗷嗷 哎 怎么回事啊 这次等它完全缩回去啊 哇 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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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次 没错 老娘又回来了 我今天还就不相信了 我跟你们说 我这死多了 脑袋里刚刚突然闪过个灵光 我完全就是 今天事态宝 力度实太大了呀 嗯 验证一次啊 我去 我去 我上来了 我上了 哎 没关系 我终于知道怎么过关了 你等我再来一次 两次 三次 四次 五次 啊 我终于能过关了 嘿嘿嘿嘿 终于第五关了 看来这玩意 我得 然后就这样 嘿嘿嘿嘿 完全了解了 咱们直接走起来呀 第一步 第二 第二步 我跳 这 这怎么还能把我送下去呢 那如果跳到边上一点呢 我再试试啊 不行 不能放弃 再来 我跳 哈哈哈哈 实验成功 我就说得在边缘站稳 终于第六关了 哎 我人呢 这颗箭头是我吗 哦 原来是这样 走走走 啊 我去 又白白送掉一条命 我就小心一点了 我跳 再来一次啊 我跳 你 好不容易过到第六关啊 我是死活就过不去了 哎 看现在呢 时间也超过一个小时了 那就算我挑战失败吧 不过 你们有人敢来挑战一下 我的记录吗 一小时六关 呃不对 五关半 把你们的时间和关数写到视频下方 我们来一起比一比好吗 好了 如果你们还有什么想看的游戏挑战 欢迎在评论区中留言给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咯 拜拜 拜拜